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个月了 我们叫 日语叫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月了 希望明年 这个世界不会再这么魔幻下去 最近呢 也有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个中澳关系的问题啊 那我们一会儿 因为今天有半个小时的解答的时间嘛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今天呢也是在AFR上看了一下就是新闻啊 其实在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上面 我倒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就是中澳关系冲突的这个新闻啊 但是在澳洲的澳媒的这个主流媒体上面 现在基本上头条都是跟中国关系的紧张的那些文章啊 有很多呢是说企业现在就跟政府表态 就说中就是澳洲的政府应该服软啊 或者说澳洲的政府不应该这么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 然后我刚才看到就是澳洲的前总理嘛 就是唐宝出来呢就跟就发表了言论 就说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是挺这个莫里森的 他是觉得中国是overreact了 然后呢他不觉得他们的这个莫里森政府说的这个话 有任何的就是问题啊 他觉得他自己是对的 然后就就就帮助莫里森政府去宣称这些企业呢 不应该斥责政府 而是应该就是做好他们自己的事情 不要给政府施压 就不要让他们再添乱了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就还是挺强硬的吧 我感觉现在其实大家生活在澳洲也要小心一些 因为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社会的舆论开始转向了 很多都不有好的声音啊 所以说大家都是在我们澳洲生活的华人嘛 所以说最近可能就要小心一些 对吧 对因为这个 我看到这个舆论的导向已经逐渐的是越来越偏激了啊 所以还是比较难的 那现在也到八点钟了 那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了 那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体一个小时网课的这个安排 那今天网课很简单 就前半个小时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平常比较常用的这个技术指标 那后面半个小时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答疑啊 如果大家对目前的行情啊 有什么疑问或者说对哪些个股有什么看法的话呢 都欢迎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 然后我们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因为之前我发现呢 就是我有些时候可能说的太多了 然后呢就忽略了很多答疑区的问题 导致最后呢要不就是脱膛 要不就是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 所以这次呢就做了一个小改动 那今天开始之前呢 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 那今天呢所有的内容呢 都不涉及到您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而且呢是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我们的公司 那我们公司呢也是非常安全的 在澳洲呢是98年就成立了 然后总部是在墨尔本 现在在悉尼 迪拜 英国 伦敦 然后中国上海都是有办公室的 也是一个全球型的公司了 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公司就是茁壮者成长 然后呢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搬办公室了 大家如果熟悉我们的话呢 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办公室是在600book嘛 那之后呢可能就搬到Collins那边去 那先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下啊 那我的话呢我也就不多介绍了 大家应该都听过我的网课或者是直播 那如果是新客户的话呢 或者是新的听众的话呢 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我自己呢是在10年登陆墨尔本的 然后在澳洲呢是读了这个高中大学 墨尔本大学读的这个Bachelor of Commerce 然后呢主修的呢也是金融 复修的呢是管理还有市场啊 就是Marketing和Management就修了三个 然后呢研究生呢是去了莫纳什大学 读了一个Applied Finance 就是应用金融啊 在那里呢就学到了很多市场上的一些 就是很实战的一些技巧啊 然后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GoMarket 那现在呢也是工作了一年多 那因为今天呢其实是做一个技术指标的分享嘛 所以需要大家呢去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软件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安装 或者说没有我们的交易账户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大家先去我们的官网注册一个 那我们官网呢很简单 我们的域名呢就是www.gomarkets.com slashcn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 现在就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或者电脑 去注册一下我们的这个模拟账户 这个模拟账户呢只要点一下 大概啊一分钟就注册完了 可能30秒只要把您的这个姓名 然后这个邮箱地址电话 Account Type自己选一下 Account Type可能选一个Plus 然后Platform这边呢选个MT5 然后Currency这边选个澳大利亚AOD 然后就提交就可以了 差不多30秒钟就搞定了 然后提交完成之后呢 会给您发一个这个email email里面呢就有我们的这个 软件的这个下载链接 还有一个呢就是交易账户 还有这个密码啊 然后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之后的这个技术指标啊 如果没有这个软件的话 那可能听了都白听对吧 因为看了也用不了嘛 所以说建议大家啊 在开始之前还是先去我们的官网上 去注册一个 不管是真实的也好 模拟的也好 先注册一个账户 然后呢把软件下载下来 这样子的话呢 今天这前面半个小时 您才不会浪费时间啊 有朋友说没有声音啊 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啊 如果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可以先注册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提问区 提问区看到有朋友说想要问一下Cogan的走势啊 那Cogan的话呢 我其实今天啊也看一下非常有意思对吧 因为这个Cogan现在已经决定啊 就是把这个把这个600万份的这个期权啊 还是授予了这个CEO和CFO对吧 那他们这些期权的价值呢 差不多是9840万澳币的这个期权 行权价呢是只有5.29 非常的低的一个价格 然后呢按照Morningstar的数据来看呢 Cogan在昨天呢发行了一点 一个多亿的这个新股啊 去为了给这个期权做一个 做为了给CEO和CFO发这个期权啊 它是有发行这个新股的啊 所以大家就可能想要问这个Cogan 他现在还能不能买 或者说好不好啊 那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决定 董事会的决定出现之后呢 那至少对于CEO和CFO离不离职 这个不确定性呢是消失了啊 也就是说他们肯定是会留在这里的啊 因为期权钱也给了嘛 对吧 必须得为这个公司卖力 卖到2023年对吧 那就还有三年的时间 至少说CEO和CFO都是一定要在 Cogan里面上班的啊 那至少呢就是未来三年的公司的 稳定性是有保障的 那另一方面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哎那他发了这个新股 那是不是我的股权就稀释了呢 没错就是这样啊 这个是很让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对小股东来说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成立啊都被CEO和CFO给拿走了 那我们的盈利啊也就相当于呢是要摆给他们的 那未来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股价啊 比方说Cogan之前他因为盘子比较小嘛 他本来能涨一块 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股权被稀释了 那他可能呢要带动他新发的这一亿的新股啊 继续涨 那他可能呢就不能涨一块了 可能只涨个七分钱对吧 呃就是七十分对吧 七毛钱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他未来的涨幅呢 可能就没有之前这么夸张了 因为他的一个股数变大的 他的盘子也变大了啊 是这样子 然后流动性呢可能会变好了 但是总体来说啊 如果我们看一下上个月啊 Cogan发布的这个公告啊 那里面有说呢 Cogan的这个总销售额呢 是增长了99.8% 然后利润呢也是同比增长了268% 活跃用户呢是同比增长了61.4% 然后毛利率呢更是增长了131.7% 就差不多毛利润呢 它是翻倍的啊 然后所以说这个增长的这个价格啊 十分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十分的快 所以呢就说明这个公司呢 还是一个好公司 只是说呢 我们要分一部分的利润 给他的这个CEO和CFO而已 所以Cogan还能不能买 我觉得呢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呢因为其实呢 大家也知道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黑五 还有Cyber Weekend嘛 其实也是对他的销售量是有影响的 应该是一个促进的作用 对吧 然后再包括呢 像是我们马上啊 过20天对吧 就已经有Boxing Day啊 还有这Christmas 包括New Year等等的节日 接下来这一个月呢 基本上呢也都是一个促销的一个 一个脉络吧 然后大家其实在 在这个疫情期间被压制的这个消费力啊 有可能呢会在这个圣诞期间呢 又有一个高峰峰值了 所以呢我觉得Cogan 下一个季度的这个报告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呢 依然是比较亮眼的 那如果基于这个判断呢 我们再去考虑的话 那Cogan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我们投资的一个公司吧 它现在价格呢也是对比之前24 22块钱的那个巅峰的价格呢 也是打了一个不小的折扣啊 今天好像是16块还是18 16块钱吧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呢 还是在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 但是呢我也有看到很多就是平旗机构啊 像是Morningstar啊 陈兴啊都出来拉踩这个Cogan 说他之前的估值就过高啊 所以说未来还会下跌啊 等等等等的一些看法吧 但是呢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Cogan呢 他现在暂时呢是利空出尽了 虽然说未来呢 他可能这个上涨的幅度呢 会受到这个股权的稀释而有些放缓 但是整体向上的趋势呢 我依然是很看好的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Cogan的CEO嘛 还是比较厉害 他是澳洲十大青年财政嘛 对吧 然后不然的话 董事会也不会给他这么多钱 让他继续留下来 他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至少这就说明这个CEO和CFO 未来能够带给他超越这个 期权价格的这个价值 对吧 董事会才愿意给他这个 这个金额吧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嘛 就像Jacky之前在网课里面 跟大家说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般呢 他怎么去判断这个公司发展的好不好 就看这个公司给他的这个CEO 发多少钱 给他的高管发多少钱 如果说他发的这个金额呢 是越来越高了 那说明了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呢 其实也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啊 这也就是跟大家说 说一个就是另外一个 判断公司好话的一个判断方式吧 那Cogan我们就先说完了 那这个技术指标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模拟账户 相信大家应该也已经注册完毕了吧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好吧 讲一下这个技术指标 我们是有哪几种啊 因为我之前的几节网课里面 就有跟大家有 简单的介绍过一下这个 这几个我平时非常常用的 这个技术指标 对吧一个是GMMA 就是顾比的那个复合移动平均线 那第二个呢是Vegas 也就是维加斯隧道 那第三个呢是Bollinger Van 它就是那个布林带 就是三条线的 但是呢之前可能呢 说的太快了 或者说呢说的不是很详细 我发现很多客户呢都跟我反馈说 听不懂或者说是还是不会用 那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就开就做一节比较完整的这个课程 跟大家详细的一个一个说一下 这一些技术指标到底可以怎么用 当然了其实技术指标呢是有很多不同的用法的 那在这里呢我只谈我个人的一个使用的心得 以及我认为最方便最简单的一个分析方法给到大家 这些呢都是经验之谈了 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它的背后的故事 或者说它的计算的原理的话呢 建议大家呢只要把这个指标的这个名字啊 打到Google里面去搜索 那出来的第一个这个搜索条啊 Wikipedia也好 还是那个Investopedia也好 都是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和资料的 包括这个百度百科 还有百度知道里面都会解答大家的疑问 还有直呼啊等等的 都会有跟大家说 它具体的一个工程式的一种解释方式 教科书式的解释方式 我这边呢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个实战的应用啊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来开始吧 其实不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对吧 我在2019年去年的11月底的时候呢 我做的第一节网课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这个不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怎么去用啊 当时的我还非常的稚嫩啊 就是讲的也不是很好 当时也有两个人给我点了这个彩 大家就不用回去看啊 那就还是听今天这节课就可以了 那GMMA呢其实呢是两组这个移动平均线 那它分别呢分为这个红色的啊 这个短期的移动均线组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蓝线的长线的这个移动均线组 那它的组成呢分别就是我旁边列取的这个数字啊 三五八十十二十五 然后呢就是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五十和六十啊 一个呢代表短线投机者的一个心态 一个呢代表这个长线投资者的一个心态 其实我们说这个技术指标 它反映的是什么呢 它反映的只是价格和K线吗 其实它不是的 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一个心理啊 反映的是人的心理 所以说呢我会把它称之为是短线投资者的一个心态啊 和长线投资者的一个心态 那我在左边呢也给大家写上了 就是如果说红线在蓝线上方的话呢 那就说明呢它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比方说我们从旁边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到 就在这一块明显看得到呢 其实红线是在蓝线的上方 那它就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包括在这一边对不对 这边其实开始比较明显了啊 从这一段开始 它是有三个波嘛 一个波两个波三个波对吧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啊 那这个蓝线组啊 就是长线的这个投资者啊 那在这个股票上面就体现出了一个非常强力的这个支撑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如果说红线呢在蓝线之下 那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我们可以从图的这个最左边去看 那前面的这一段明显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在这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啊 这个蓝线啊 这个长线投资者呢 又起到了一个阻力的作用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啊 频频的接触到这个蓝线的均线组之后呢 又有一个回落啊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阻力啊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再往下看啊 如果说这个红线和蓝线的距离呢 是越来越远了 那就说明了这个趋势很强劲 就像在这一块啊 这红线和蓝线的距离呢 就非常的远 对吧 那这说明了这下跌的趋势啊 或者是外方的力量呢 比较强 那股价呢 可能会遇到阻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说红线和蓝线靠的比较近的话 也就是像在这一块这一块啊 和这一块的时候 那就说明了趋势可能在减弱 并且呢是有可能去扭转的啊 我们可以就是跟着长线组的这个蓝线呢 去做交易 然后用红线和蓝 用红线呢 去找一个入场的和这个出场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这边用的这个范例呢 它是什么公司 我是故意把它这个公司的这个名字 把它涂掉 大家可以猜一下 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眼熟 对其实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是非常好用的啊 大家可以从右边这张图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是非常完美的应用在这个股票上面 我看到有那个评论区 有很多客户都答对了啊 这个就是CSL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尽看它的一个价格的走势 就能够猜得出来 它的这个股票 对 那这个公司呢就是CSL 那大家如果按照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的来判断的话 那CSL 未来会怎么走呢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判断逻辑的话 那CSL是不是还是维持了一个上涨的趋势呢 只是呢它在价格向下的时候呢 有遇到一个对吧 长线组的长线投资者的这个支撑啊 这个支撑呢还是非常的强力的 有可能呢它会再继续小跌一段 但是大的一个上涨的方向呢是不会变的 对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是答对了啊 都是说觉得这个CSL呢 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啊 也不是答对啊 因为这个技术指标嘛 也是给大家一个指引 而不是说百分之百正确的 那上面很多客户的这个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我也是认为呢 CSL呢会在差不多在靠近蓝线组下缘的位置呢 就会有一个价格上的反弹啊 这就是一个实战的应用啊 如果大家下次再看到呢 一个股票呢 它开始一个下跌 那时候呢 您就不一定想要去抛售 或者说很恐慌的去割肉啊 那那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GMMA调出来先看一下 它是不是还在这个蓝线组的均线上方 如果是在蓝线组的均线上方 那您就不用特别担心啊 而是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在那边呢 加一个仓啊 但是呢如果说你看到呢 它这个走势啊价格走势啊 是完全的就是红线啊 完全就是下穿了这个蓝线的话 那您肯定就要做个警醒了啊 是不是那个时候需要选择离场啊 我们也是要分着去看啊 主要还是呢要看这个红线组 它有没有有效的这个下穿这个蓝线组 如果是有效下穿的话 那可能就要考虑要止损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最佳的进场点啊 有时候还要是需要一些小运气的啊 大家如果选的是基本面比较不错的公司 那一般呢再到蓝线组下游的这个位置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最近的一个出现了基本面啊 或者说出的消息不太好的话 那很有可能呢就有 就会有一个趋势掉头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平时就是要看这两个面啊 一个是基本面一个是技术面 两个结合一起看才是最好的 那说完GMMA 有点嘴瓢了 说完GMMA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egas 对吧 我们看一下维加斯隧道它是什么呢 其实跟GMMA差不多呢 维加斯隧道呢 它也是两根移动平均线 只是呢它用的是EMA EMA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个指数型的移动平均线 它会把这个线呢 做得更加平滑一些啊 如果是我们简单的叫Simple啊 SMA的话呢 那它的这个波动啊 可能更贴近这个价格啊 哦对 那我一般呢是比较常用这个EMA的 其实我刚才说反了 这EMA的话呢 它比较贴近价格 这个SMA的话呢 它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些的滞后 那我建议大家呢 是可以跟我一样去选择用EMA 去做这个GMMA和这个维加斯隧道的啊 那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模板呢 应该也都是用的是EMA 大家呢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进行一个调整啊 那维加斯隧道呢 它主要是两根线 一根呢是144 一根呢是169 其实就是12和13的一个平方啊 那这两根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 怎么去应用在下面的这个股票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维加斯隧道呢 在这个股票上面呢 也体现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支撑和主力的作用 首先我们从左边来看 那左边呢 它的价格呢 在下穿稍微啊 就是接触到维加斯隧道之后呢 它是有一个上上的一个反弹 啊 然后在下跌维加斯隧道之后呢 那它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是有仓位的话啊 可以去考虑做一个平仓了 因为它这个有效跌破维加斯隧道呢 很有可能意味着它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 价格上的趋势的一个转变啊 那在这边呢 虽然说它是有一个小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呢 并不够强烈 也没有就是远离这个隧道很远啊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是哪一支公司 除了一开始的这个 这个走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最近的一些价格的波动 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维加斯隧道呢 还是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阻力的作用啊 虽然也不太好 就是这个公司还是一个一路掉头向下的一个趋势 对了是TW1 对的 非常对非常让人觉得很惋惜的一件事情 其实奔赴九夜嘛 TW1呢 其实在之前的直播和网课当中呢 我就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买 去抄底 因为我觉得就是中澳关系吧 其实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真的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 有些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 或者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可能都会发生 毕竟2020年是这么的魔幻嘛 然后中国这次对澳洲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 然后在中国出台这个红酒反倾销之后呢 其实这个奔赴九夜啊 就已经完全的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隧道了 那个时候呢 大家应该做的是止损 而不是去抄底啊 那我们从技术图形上 其实就看得一目了然了嘛 但是这个TW1呢 它的一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 但是在这边呢 依然是在想要突破维加斯隧道的时候呢 又被一个消息打了下来 那就是我们中国政府需要就是澳大利亚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奔赴九夜 去提高它的一个保证金 因为是已经被判定是有那个垄断的嫌疑了嘛 这也就是维加斯隧道的一个应用 当然在奔赴的这个公司上面 它显示的呢 只是一个下跌的一个阻力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实战操作的话呢 可能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应用 那我们再往下就说一个Bollinger Band 对吧 也就是布林带 那布林带呢 一般大家可能会选用20日均线 或者是25日均线作为它的一个中轴 其实它的这个上轨和下轨的距离呢 它是上面设的这个距离呢 都是一样的啊 它只是体现出了一个三个线 让大家更加清楚能够看到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 是以它这个20日的这个均线啊 为一个中轴 上面和下面呢 都是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它的一个variable 然后呢 就组成了这三个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上轨下轨和中轨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图形上面啊 我对这个布林带啊 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看它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强不强劲 一般就是拿它判断这个股票呢 它现在是一个正当行情 还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或者下跌的行情 我个人来说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对我比较简单好用 但是我知道网上啊 或者有很多说法啊 是说布林带呢 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种的一个应用的 那我自己呢 也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么多啊 我就挑了一个最简单的 我能够看得懂的啊 去用了啊 我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对这个布林带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网去搜一搜 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应用方法 可以给到大家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公司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边开始 到这边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主要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的K线啊 一直在运行在这个布林带的一个中轨和上轨的之间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它的价格在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的话呢 那它一个上涨的趋势都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是比较强势的 而不像中间的这一块对吧 它的这个价格非常模糊 我一会儿呢是接触到上轨 一会儿呢是下到中轨的下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而是说呢 它可能是一个横盘的整理啊 包括在这一块呢 它都没有体现出 它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因为它的价格啊 时常的回落到这个中轨的下方啊 所以说它这个上涨趋势呢 依然没有像之前这样这么强劲 那大家依然是可以猜一下 这是哪一家公司 我觉得这几位听众简直就是课代表啊 对这个是Coast啊 没错啊 这个是Coast超市啊 对所以说虽然说啊 我最近也很推荐大家去买Coast嘛 因为零售公司的话呢 它它是比较稳健的 而且呢我认为在圣诞期间它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但是呢它如果说按照布林戴来看的话呢 它的确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强势上涨的一个趋势 只是说呢它是在上涨 不过呢不是这么的一个坚定的上涨 因为我们上涨的幅度呢 我们有时候会看这个斜率的嘛 比方说这边的话 强势上涨 它就是45度角 那它这一块的话呢 它上涨的确是上涨 可是呢 斜率没有这么高 可能也就二三十度的样子啊 也是在涨 只是呢 涨的比较慢啊 那我们就等它慢慢的这个价格 可以回归到这个45度角的位置 然后呢 可以保持运行在这个中轨和上轨之间 那这样就非常完美了 那么再往下看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RSI 那这个RSI呢 其实就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以均线为基础的一些指标了 RSI呢 它是一个价格强弱的指标啊 它是有几根线的啊 它最重要的一根线呢 最重要两根线呢 就是70和30 如果说RSI这个线呢 它是超过了这个70的话 那就说明呢 这个价格啊 已经是超买了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太高了啊 那价格的话呢 就会在未来呢 需要下跌去回归到 它的一个本值 那差不多呢 就是它应该RSI呢 就要从70跌到50 这样才说的过去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30啊 如果说RSI这个指标呢 跌破了这个30的这个线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呢 它现在是一个超卖 也就是说 这个市场呢 正在疯狂的抛售这个股票 导致呢 它的这个价格啊 下跌的太多 那价格呢 未来就应该啊 要上涨 回归到这个50 才是理想的一个价格啊 那差不多RSI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 那我这边呢 也是截取了一个公司啊 然后我也给它列了啊 给它画了几条红线 那分别呢 就是这个RSI啊 在接触到70线之后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从左边看 对吧 那这个价格呢 在接触到70之后呢 的确是有了一个比较小的回落 但是这个回落是比较小的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它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 一个上涨的区间 大家如果结合布林黛来看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比较明白 对吧 因为它这个价格呢 依然在这个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 说明它这个上涨的趋势呢 是非常的强劲的 那所以说呢 价格在小幅回落之后呢 又再一次创出了一个新高了 那在创出新高之后的这个高点呢 依然是达到了RSI70的这个指标的位置 随后呢 价格就开始一路的下跌啊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在价格啊 在接触到70之后呢 它价格首先是跌破了这个中轨的位置 那就说明了它已经跌破了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强势的上涨区域 然后呢 再看DMMA 它的这个红线组啊 慢慢的就开始下穿了这个长线的蓝线组 对吧 那我们就再次确认了 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说我们这技术指标有时候啊 是结合在一起看 才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一个结论吧啊 那一般我就是这样去应用的啊 那在之后呢 我又画了另外的三条线 当然啊 我这边漏掉一个啊 在这边也是啊 在RSI非常接近30的时候呢 价格就有一个很强劲的一个反弹啊 那价格这个反弹回升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之后的一个价格呢 是运行在布林黛的中轨和上轨之间呢 也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在之后呢 虽然RSI在到达70之后呢 可是它的价格没有大幅的回落啊 只是跌了一些些啊 然后在长线组的这个蓝线组这边获得了支撑 然后又有一个回升 随后呢 在接触到RSI70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回落啊 随后就是走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那这个是哪一个公司 哦这个全对 大家全对啊 的确是 对对对 这个就是Webjet 是我非常喜欢的公司 Webjet非常好 然后最近呢 价格也是比较稳定的 也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 一下子就跌到五块钱以下啊 反而是基本上就是站在维加斯隧道上方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个股价啊 冲破维加斯隧道 而且已经站稳的话 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上车 你完全是可以在那个价格打一个底仓的啊 特别是在我反复强调 其实这个Webjet它的基本面非常不错的这个啊 这个情况下啊 所以说大家是可以考虑的 那错过了也没有关系 那未来呢 如果说它再有机会啊 回落到中轨的附近啊 啊 这个布林带针轨的附近啊 或者说是GMMA蓝线组的下缘啊 又或者说呢 是在维加斯隧道的附近的话呢 那依然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入场的方式了 啊 那我自己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RSI呢 下面是有五条线了 对吧 那我不光有70和30 我还给它加了50 80和20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公司啊 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大啊 可能70和30呢 就拦不住它啊 它一跌呢 就跌破30啊 一涨呢 就涨过70啊 那这种时候呢 那30和70就不太适用了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适应这个市场啊 像是啊 一些波动率比较大的公司 AuthPay啊 或者Zip啊等等的 那70和30可能就不够用了 所以我们呢 可以去加一个80和20 做一个更好的参考啊 那包括呢 50的话呢 也是给我自己做参考 因为按照OSI的这个规则的话呢 其实如果价格在靠近50的时候呢 就说明它是一个Fair Value 就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估值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 如果没有餐位的话呢 然后再结合别的一些 就是线型平均线组的 这些技术指标去看的话呢 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场机会了 那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呢 就是可以去跟我一样设置多两个指标啊 也就是80 70 50 30 20一起用啊 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是更加好一些 然后就说说MACD嘛 MACD其实是最简单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MACD呢 主要就是金叉和死叉嘛 这个相信如果 我之前没有做股票 就在学校里的时候 我甚至都听说过 我身边的这个阿姨啊 什么都会说 那你这个是金叉 那个是死叉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法 就是叫金叉死叉 那金叉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买涨的信号 那死叉呢 就是一个卖出的信号了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呢 去体验一下 就是把教大家 把这个那个 traditional MACD下载下来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 它自带的这个MACD 少掉一根signal的线 不太好用 所以我之后会教大家 去安装这个traditional MACD 那我这边呢 所以也就只是找 我之前的这个网课 去结了一张图 那这里也是比较明显的 也是拿了FMG 举了一个例子 比方说在这边嘛 这个FMG呢 其实MACD这边 出现了一个死叉 对吧 死叉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蓝线 下穿这个虚线啊 那就是一个死叉 这就是一个卖出的信号 然后在下方这边呢 在这个蓝线上穿 这个虚线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金叉 就是一个买入的信号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应用方面呢 也非常简单 在如果说呢 是在金叉买入的话呢 那一般我们就可以 持到这一块 对吧 持到这里 直到它出现死叉之后 我们再选择去把它抛出 那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了 一般MACD 还有很多种用法啦 但是我今天 因为时间有限啊 所以说就跟大家讲了 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金叉和死叉的 一个作用 一个用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么去把MACD 给它装起来 那就需要大家打开 我们的软件啊 然后我这边需要 把我的tubebox找出来 然后在这边呢 tubebox这边下面 找到这个market market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indicators 然后可以通过 拖拽这个小指标 把它放大 然后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这个 有traditional MACD 有没有看到 这个黑色的啊 然后上面下面 写的是free 所以大家就放心 大胆的去下载 我们只要点击它一下 然后呢 在下面这个free 下面有个蓝色的download 对吧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对我们这边看到 就是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那它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insert insert indicator里面 那还是在这个吧 如果大家在那边 找不到的话呢 可以点这个navigator里面 找到下面这边market啊 market里面有一个traditional MACD 大家点一下就可以了 点一下 然后把它拖拽到这个图片上 点个ok 就完成了啊 但是呢 它这个MACD刚装的时候 如果您的这个背景啊 跟我是一样的话呢 那也是看不见 它另外一条线呢 因为它另外一条线呢 是一个黄色的虚线 所以呢 我们需要右键 然后找到这个indicator list 第三个 然后找到我们的MACD 把它点开 然后在这边设置一下颜色 那因为我自己呢 是不看背离的 所以说我会把这些蓝线啊 就横的这些绿线啊 和红线 和这个浅绿线 全部把它 变成白色啊 我会把它调成白色 因为这个我不会用嘛 然后我为了方便 我自己的视图 让我的图表看起来 更干净一些 我就会把它改成无色 改成无色之后 我们再选这个 signal的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黑色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看一些嘛 然后我们就点OK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MACD 一个下载安装的一个过程 那大家调制完之后呢 也不要忘了保存您自己的模板 那我们就右键 然后选到模板里面呢 然后就保存模板 我这边有几个模板 然后我就把它cover掉就可以了 I set to read only 没关系 这边改个new 然后就save就可以了 那MACD的用法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安装的方式呢 大家按照我这个方式 去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PPT的内容 PT呢 最后一个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11月25号 我给就是我们GOMACIS的客户呢 有发过一个微信的群发 就提示大家可以稍微配置一些黄金 然后说呢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跟大家说 这个礼拜很有可能的市场会有个回调啊 但是呢 市场的确是回调了 对但是回调的幅度呢 也没有我想的大啊 可能也就回调了2.75%这个幅度 连3%都不到啊 所以说呢 这也就是技术指标的限制 不过这也很好嘛 我也不希望大盘跌的很多啊 只是说大盘下跌的话呢 让我们有机会去进场 就买一些之前没有买到的公司嘛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现在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 也去看一下现在ASX200的走势 那我们是不是是可以看得到 ASX200现在运行在这个中轨和上轨的 这个中间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一个上涨的趋势 然后呢 它可能呢 会在这个中轨的位置遇到一个阻力啊 或者说是遇到一个支撑啊 那差不多就是在6480的这个位置啊 它会有一个支撑 那今天呢 果然呢 也是没有继续下跌了 而是在这个位置之上呢 又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啊 那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技术指标呢 也是有限制的嘛 对吧 并不是百分百的 每一次都会按照我们的预期去走 它是有概率的 而且有时候呢 这个幅度啊 还要再乘以这个概率啊 因为有时候你预期 它可能跌5% 但是它这一次呢 明显呢 就是给你打了个对折 对吧 它也跌了2.75%啊 所以有些时候呢 用技术指标 大家心里呢 也是要有个底 它只是给你一个观点 就是让你心里有个 让你心里有数 哪里可能呢 会遭遇到一些阻力 或者说 你在那个时候 什么方案才是最好的 而不是像算命先生一项 告诉你 未来一定就怎么怎么样啊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并不是一个 它并不是一个 可以拿出来当教科书说的一个东西 它只是有点玄学啊 大家需要理解一下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PPT内容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有朋友问 这是最近的梨矿股 梨矿股是涨得非常的疯狂 对吧 那天我跟 Alan 在做直播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梨矿股 Alan当时说 这是他私长的公司啊 所以说 他是非常看好梨矿的了 其实从阿斯拉来看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现在完全就是一个超买的一个状态 就随时可能下跌 但是呢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跌啊 但是如果你又从他的这个布林带去看 又可以看到 在其实在这个时候 只要他上穿了这个中轨 他运行在中轨和上轨之间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买入的时间啊 那现在呢 其实这个 我们一般说啊 如果中轨和上轨大幅偏离的话呢 是有可能进行一个价格的修正呢 而且现在MACD呢 这两根线呢 也是在逐渐靠拢了 它有可能继续涨 但是上涨的幅度 肯定没有之前这么大 可能涨呢 也就涨一点点 但是你下跌的幅度会很多 所以我这边觉得呢 是有可能不是一个 十分精细划算的一个操作方式了 就你赚呢 可能赚了一块钱 但是你可能跌呢 你有可能要跌三块啊 这不就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投资方案啊 所以呢 我是暂时不建议大家去碰这个 去在这个价格啊 去买这个铝矿炉 是有比较大的风险啊 那如果说您想要去配置铝矿公司呢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你需要等一下啊 看看它这个价格呢 有没有办法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 回到中轨附近 或者是JMA蓝线组的下源 或者是靠近维加斯隧道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MACD出现了金叉 或者是RSI接触到30的位置 对吧 这些都是买点的一个判断方式 然后有客户问RSI 我们一般看几分钟都 几分钟的图比较有效 那其实RSI的话呢 我一直都是看的是日线的 因为你看 就我所有举的例子 都是看的是股票的日线 我最多呢 是再把它切到四小时图 去看一下当日的一个进程的点位 我股票呢 是看的是比较长线的 而不是说 可能切到一个小时30分钟啊 什么的我 我不这样子去看股票啊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习惯 不是这样子 有客户说 想要看一下WTC啊 WTC也是我非常推荐的公司 之前我有发过短信嘛 那大家可以现场去建仓一些 现价去建仓一些WTC 我记得是30块9的时候 然后呢 跟大家说可以在28块左右的位置 再挂一单 如果它能够跌到那个位置的话 那就非常好 但现在的话 明显是不给机会啊 直接就往上涨了上去啊 那暂时的价格呢 又是回到了这个中轨的这个上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对WTC来说 暂时这个GMMA的这个蓝线组呢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啊 基本上一接触到对吧 一接触到 一靠近就要反弹 一靠近就要反弹 那其实啊 在这一块的话呢 WTC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区域 如果说它未来依然能够在中线和上轨之间呢 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的话呢 那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上涨区域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slope啊 它一个上涨的这个斜率啊 是非常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比较稳健的一个斜率 就是差不多45到30之内的一个斜率 都是我们说可以长线看涨的一个斜率 因为在这种斜率呢 它不会大幅的修正啊 如果说它的上涨的斜率有75度角的话 就像PLS刚才我们看了 那它下跌的这个修正的幅度呢 也会非常的大 但是像是WTC这种公司 它本来的这个上涨的斜率呢 就比较平缓一些 那它下跌修正的这个斜率呢 也不会太大啊 修正的这个幅度也不会特别大 那这样子它可能就会走得更加平缓 更加稳一些啊 这是我的看法了 我朋友说看一下IEA的图 REAL STATE最近讲得非常好 我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嘛 就是房地产的公司 其实都非常的好嘛 因为有政策的推动嘛 那我相信大家在上完 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节课之后呢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希望大家未来看公司的时候呢 就可以一目了然啊 那IEA现在呢 可能上涨的趋势在放缓 然后下面ISI呢 是一直顶到70 那其实这里呢 我就要跟大家说 ISI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了 就是它没有判断一个 它没有办法判断一个趋势的 它只能说呢 它是超卖了 超卖了 但是呢 它不一定这个价格就一定会下跌啊 所以说大家要结合着去看 因为ISI在realestate.com这个公司 明显就是失效的 对吧 那ISI 对那realestate现在呢 其实还是在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嘛 如果说它之后接触到中轨了啊 那可能考虑呢 是不是你会选择去建仓 当然我觉得更保险的呢 是当这个价格呢 回调到这个南线的附近啊 那个时候呢 再去选择建仓 还是就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然后IEA它呢 其实从维加斯隧道来看的话呢 它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一个上涨的趋势 因为它从来没有跌破过 这个维加斯隧道 其实从来没有在长线的 长线投资者的心目中 出现一个卖出 大批量卖出的一个行为啊 所以这公司上涨的曲线 是非常稳健的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我对IEA还是比较有这个感情的 有朋友问说 如果要买美股的话 杠杆比例会自动调节吗 我们的股票杠杆都是内置的 就是说美股的话 基本上都是十倍的杠杆 然后但是您可以通过 就是自己买入的资金啊 去调整 比方说您的本金是十万块钱 对吧 那如果呢 你折算一下来 你买的价值不超过 不超过三十万的话 那就说明呢 你带的杠杆呢 是三倍啊 就是按照你购买股票 金额的总量去计算的 还有朋友问Westphalmers 那Westphalmers 其实我也非常推崇和看好的了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零售公司 对吧 集团公司 我从去年说到今年啊 然后今年呢 它又创出了新高 就 就也不意外 有没有客代表 可以解答一下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大家问的几家公司 都是非常优质的公司 它的这个走势呢 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所有的价格呢 都是在这个维加斯隧道以上运行的 也就是说明呢 它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只是说呢 你可能买入的价格好不好 那如果说呢 你在这边买入的 对吧 在这边买入的话 就像 其实这个蓝色的箭头 就是我当时 点的这个买涨的一个 买入的一个价格了 那在维加斯隧道附近买入的话呢 那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 那你未来的这个获利的空间呢 也会比较大 我们再来看看NST吧 因为最近我跟大家说 NST说的比较多 那NST呢 就是我刚才PPT里面 有放出来给大家看嘛 就是我在11月25号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又强调一下NST 那买入哥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吧 应该是最低点了啊 跟大家 跟那天早上10点25分的时候 给大家发了一条推送 说NST大家不要太过惊慌 因为25号早上呢 我就收到很多很多条微信 大家问我 这金矿啊 是不是要割肉了 其实当时就给大家做了一下解释嘛 当时正好是看到这个RSI也是在这个30的附近 是可能会有个小反弹的 然后其实NST这家公司其实也非常不错嘛 大家也知道明年它要跟SAR合并了 就从目光放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呢 其实如果这两家公司合并的话呢 它会产生一个更强的一个协同效应 什么叫协同效应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金矿嘛 对吧 那你这个金矿的这个品种啊 就是矿啊 越多 那你的这个开采成本可能会下降 你的运营成本呢 就下降了 那你的cost下降了呢 你的毛利率就会上升了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叫Synergy嘛 也就是协同效应 那所以说呢 这个NST我还是比较 如果大家想要投资黄金呀 或者是金矿这一块的话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崇的 然后现在价格也的确是不错啊 正好有朋友说想要提供几个最近可以买进的股票啊 那NST绝对就是属于我最近比较推荐的一个啊 然后我这边需要看一下小额通的问题 有朋友说RSI怎么调得出来啊 一方面您可以问我们要模板 我们直接就可以发给您 我这个模板一模一样的 只需要下载一下MACD就可以了 那RSI的话呢 您可以截个图啊 就是在这个指标 然后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串的下面的这一栏 然后呢在下面选择 Relative Strength Index就可以了 还有朋友想看一下Zip 那刚才大家问的都是几个比较好的公司 那我们看看有一点点小问题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 那就是Zip了对吧 那Zip它的话呢 它的一个波动率就非常的高啊 其实正常来说 一般的股票呢 如果说它是没有人操纵的公司的话呢 它是不会有这种走势的 它应该是像刚才大家看到那种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啊 绝对不会出现像Zip这样子暴涨暴跌的一个现象 但并不是说Zip这家公司就不好啊 它也的确是澳洲的排名老二嘛 老二的公司 但最近啊 并没有看得出 它有什么异动啊 它现在呢就一个横盘的整理嘛 希望它就是未来出一个报告啊 或者说出一个好消息 那它的价格呢 应该就会又可以带动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去进行一个操作 那如果说能够抓到的话 那是非常不错的了 因为这个Zip一般涨起来呢 那是疯涨啊 甚至都可以涨到80%这样子的一个涨幅啊 所以如果大家持有的话呢 就也不用说现在就考虑去割肉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方六块钱的这个支撑还是比较强劲的 您现在可以做的呢 就是耐心的去等一下 等一下是不是它会出现一个爆发点啊 也会像之前一样给您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报 我之前在短信里面呢 也有提示大家去买过Zip 然后当时给的一个目标价 第一步呢是6块5是达到的了 但是第二步的6块8呢 它是没达到就下来了了 所以也是有一点点的遗憾 嗯 我再看一下问题 有朋友说FMG是高点了吗 是不是需要下车了 看一下FMG 其实啊大家看的这个公司真的都是非常好 对吧 全部都是在维加斯隧道上方运行的公司 那你看啊 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呢 是有可能回到这个位置的 对吧 按照我们之前看技术指标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您考虑下车 那在这个位置也无可厚非 那如果说它之后回到这个位置 您再记得把它捡回来就行了 但是一般呢我会觉得好的公司的话呢 最好是留个底仓 避免有时候下车就没办法上车 我们还有三分钟就看大家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 有朋友想看一下LYC 有朋友问特斯拉还可以追吗 我当时直播说我在400块的时候买了嘛 对吧 如果您当时听了那一场直播的话 特斯拉应该是比较心里有底的 我的入场价格就是400块 那特斯拉现在能不能追 我心里也是比较没谱啊 因为它又涨了这么多了 当然大家一会儿一起看一下 LYC的涨势非常强势嘛 就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幅度啊 在这个时候啊 RSI也是失效的 包括MACD它这边出了一个死差 其实也改不了它整体一个向上冲的一个趋势 它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修正啊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但是就像我说的 大家看的都是好公司嘛 好公司的话呢 大家就不怕它跌了 其实如果它跌的话呢 您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再建仓 就是再补仓啊 但是呢 如果说您本来就有 您想问现在要不要出场啊 那可能如果我是您的话呢 我会先出一部分了至少 不愧是我的客户 客户说 对啊 特斯拉信杨谷 要入标普 这么说来 居然还有一点点的压运 是不是 特斯拉在这边横了很久嘛 横了很久 然后在这边一飞冲天 有一点摇 有一点摇 在这边呢 ISI接触到80啊 今天要追的朋友要小心啊 一不小心追在天花板就难受了 有朋友说RBL RBL 蛮好的这个公司 怎么这么多人问RBL RBL我们这边做不了哎 但是我自己也是 有一点点RBL的 RBL它还是不错啊 大家可以长期放着啊 我的看法 但是我也没给它做技术指标的分析 因为 因为用不了软件 那ASB它就走的比较弱势嘛 到现在的话呢 它依然是在这个蓝线组的这个下方啊 蓝线组的下方的话呢 是有压力的啊 如果说它能够成功的上穿 这个蓝线组啊 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购买时机了 但是呢上面维加斯隧道这个压力呢 又非常强劲 其实从这个盈亏比来看 我并不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从对比之前大家问的几个公司 我不觉得它这个公司是非常 就是值得大家现在去买进的一个公司吧 但是如果说它这个价格完全就是突破这个 这个维加斯隧道 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公司吧 看一下 看一下A2 A2也是贸易股啊 那我之前 不过是不太希望大家去买这些贸易股的 其实我从始至终这个观点是很明确 就不希望大家买这种贸易公司 非常政治风险非常大 连这个澳洲总理都不知道 中国会做出什么举措 我等小伞又如何能够得知 所以说就不要去参加这场豪赌了 超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低 对吧 这A2一直在跌 非常不好看 第一破维加斯隧道 照道理来说就应该割肉离肠了 但如果说没有割的话呢 那放到现在的话 那亏损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我对A2没什么看法 就是只能死扛 说不定扛到2023年 这中二关系就缓和了呢 缓和了A2就又活了过来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网课 那这个网课呢 也会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呢 上传到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技术指标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加我的这个微信 然后我们一起来沟通讨论一下 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啦 在YouTube的channel上面 其实也是大家可以留下自己的评论 留下自己的一个感想啊 可以让我知道下一次 大家更关注什么内容 然后我可以对我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改进啊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那就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那大家早点休息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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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